我之前就是會一直想著說票房怎麼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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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昨天季工師傅跟我說給我放下 然後不要再想那麼多 就是盡力的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 所以我現在我不會 我從昨天晚上我就跟師傅講說 他問我要問什麼 我說我什麼都不想問 因為季工師傅的開示之下 我已經領悟到 我不再去計較那些東西 然後盡我的力量去做 小巨蛋演唱了 為什麼還會有壓力 因為票房不夠好 因為我對自己要求太王 要求很高 我希望 當然是我之前一萬一個票都賣光了 然後我想說應該 我去會議中心才五六千個位置 應該是會沒問題 兩場 對兩場 結果我沒有想到說會 速度會很慢 而且好像蠻辛苦的 所以就加緊腳步一直 做一些宣傳的動作 然後 先入家境了啦 放安心啦 現在越來越好 所以我現在 我從昨天晚上我就自己想說 不要再去管票房 盡我的能力把工作做好 把歌唱好這樣子 對 這是我昨天 對 所以我現在不再去管說 票房怎麼樣 即使做七成 做六成 我還是一樣要把表演表演最好 現在沒有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即使是這樣子 所以你都有在看那個票 之前 之前 他們不給我看 他們不給我看 我已經 我已經兩三個星期沒看了 不要不要看不要看 他們說已經 而且他們說台中 台中跑得很漂亮 很好啊 對 哈哈哈哈 現在整個星都放寬了 對 真的很放寬 我就 昨天就 就有跟 他們 我兩個經紀人講說 我不再管 票房 我要盡力把我的表演做好 把我的身體調整好 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之前是在自己上網看嗎 之前看票房 一天有時候看五六四 所以要放輕鬆 對對對 要放輕鬆 對啊 真的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自己是半來 準備好 是